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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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 又型又型又型 我是Shaan Chan 我是Vicky 嗯 很香呀 是呀 你最喜歡的啦 真的不喝嗅嗅都覺得 醒神咖啡 很多人都需要喝咖啡 早上一定要有的朋友 人們吃早餐 其實早餐不是主食 是咖啡才是主食 我聽很多人說 吃早餐一定要趁一杯咖啡才夠醒神 那天做事才有精神 嗯 我自己就 不是很常常喝的 因為如果硬著喝咖啡 就整晚眼光光很慘 我就不會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過我聽人家說 喝咖啡竟然是有得減肥 你有沒有聽過 咖啡減肥 看你加些什麼 以前的人說 喝咖啡是脫水 所以人會黏一點 因為有泥水作用 咖啡因 我們要多去廁所 感覺上輕了 但其實只是失了水 然後有些說法 現在有一個玩法 叫防彈咖啡 有聽過 但沒有喝過 聽說有牛油和椰子油 有牛油和椰子油 加進一杯黑咖啡 聽到我已經覺得很傷口 真的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但人們說是用來減肥 我就在想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覺得很搞笑 那你會不會這樣喝呢 我不會 我沒試過 聽到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就說 把這個防彈咖啡做了 兩杯防彈咖啡 日後就不用吃早餐 即是代替 然後就減肥 我就覺得很奇怪 基本上牛油本身是奶 在未過濾之前 上面有一層油 叫做奶油 奶油跟椰子油一樣 都是飽和脂肪 比較高的脂肪 很肥 其實會增加我們三酸金油脂 會令我們做多了膽固醇 所以對心老血管都不健康 對心老血管 對 所以不要亂聽別人說這些 就去跟進 對 但是很多人喝咖啡當然 咖啡店到處都是 一天到一刻 走開走完就說 拿去喝杯飲料 都是喝杯咖啡 但是你這杯今天是什麼 你問我這個口味 今天是特別需要的 我今天就喝這個 Dcaf 即是低咖啡因 對心的豆奶 Mocca 對 就有朱古力醬 在裡面 很多選擇 一杯咖啡 因為現在的咖啡店 口味真的很多 譬如節日 我做一些節日特別版 什麼 薄朱古力 然後焦糖 薑餅人味 薑餅人味 薑餅味 真的很多味 我聽起來覺得喝咖啡 很像喝飲品 其實 是啊 其實我這個是反面教材 通常我們選擇 喝咖啡 最好不要有口味 即是剛才提到的口味 其實裡面是糖漿為主 它會有香精 糖漿其實也是 等於我們加了很多糖 它熱的時候有口味 就代表你不用再加糖 分分鐘有8-10茶匙的糖 你都不知道 譬如你最喜歡的焦糖 曾經很喜歡的焦糖 馬其朵 是啊 其實是煮焦焦的 金黃色的白砂糖 變成焦糖 所以它的糖是超高的 整天喝的話都會自肥 如果每天喝一杯 我想你一年都會重 起碼11磅 好害怕 但是除了甜味之外 其實那些奶 我知道現在喝咖啡 很多選擇 除了這個 剛才你說的是豆奶 現在又有些什麼 燕麥奶 植物奶 是啊 你們有沒有聽過植物奶 譬如燕麥奶 最近流行 還有杏仁奶 米奶 如果自己在家製 都可以用來代替牛奶 譬如我選豆漿 或者燕麥奶 原因是因為 就算我們喝脫脂牛奶 裡面都會有膽固醇 雖然脫脂已經沒有脂肪了 所以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豆漿 或者容易麥奶 裡面還有少少的纖維素 可以幫助輕微 帶走多餘的膽固醇 所以就會好處多過懷處 嗯 明白 有些人上班 聽我們說 很誇張 一天喝三至四杯 起碼咖啡 那我就覺得 哇 是否真的這麼提神 喝咖啡 其實最大的擔心是什麼 就是如果喝太多濃的咖啡 會影響睡眠質素 嗯 如果突然之間太晚才會有這麼多的咖啡 晚上真的不能夠這麼快排走的話 睡不著 睡不著就會好像每一天都要喝咖啡 哦 是的 其實是好像借貸一樣 你一直都未還 還回那個貸款 就精神繼續沒有 所以人們其實喝三至四杯咖啡 其實是不需要的 就是你盡量減低那個量 那你睡得好些 第二天又不用說沒有精神 又繼續這樣喝三至四杯咖啡 其實我知道咖啡因這件事 都不可以影響身體 因為每個人喝 對咖啡因身體都有些不同的反應 是的 有人看得不同 譬如我自己說會睡不著 當我中午飲完 但我有個女朋友 她其實喝任何時間喝咖啡 少少都好 她連心都跳出來 哇 這麼誇張 心跳加速得很誇張 那她就不適合喝咖啡 是的 那其實精神也是要自己保持 你睡得好些 以及吸收多些維他命 早睡早起 做運動 營養素吸收得夠 就不會睡不著 就不要依賴這個咖啡 我都覺得 不過其實咖啡會不會是熱氣的呢 都是的 其實因為咖啡豆經過控陪 高溫處理 那中醫的角度 這個咖啡的性質 其實都是偏溫熱或者醋熱 我知道經常喝的話 有機會會有喉嚇 會咳嗽 即是經常會咳嗽咳 這樣咳嗽 或者有機會喝得到 會有生粒粒暗瘡的麵 哦 我在想 如果選擇很多甜味的 有口味的 或者加奶奶製品多的話 都有機會 某些人會有生粒粒的 因為糖分高的飲食 皮膚老化會快點 差點 而且對生暗瘡 都有影響的 所以喝咖啡也是 就是喝適可而止的涼酒 不過喜歡喝咖啡的人 你們會在想 喝咖啡有好處的 除了提神之外 它也會有抗氧化營養素 我試過一些精品咖啡 確實很容易入口 喝咖啡都會很好喝的 可能是喝一個鏡頭已經足夠了 就不用說又要混合奶 加糖 就是要選蒸的咖啡 就不要隨便喝咖啡 對 還有呢 你知不知道 原來我們用咖啡的渣 有作用的 有什麼作用 可以有環保功效 和美容功效的 磨砂 對 原來我在美國那時候 做過幾次 回到香港都會拿咖啡渣回家 嘗試做的 我們就會把乾身了的咖啡渣 加你喜歡的香油 例如檸檬油 玫瑰 橙油 我喜歡玫瑰 少許玫瑰 或者薄荷精油 那你再去把它拌 譬如煮食油 用未用過的煮食油 或者是橄欖油 椰子油 對 牛油果育油 隨便選一款 攪拌均勻 確保油 浸過磨砂膏 咖啡渣 咖啡渣 對 我們就可以在雪櫃儲存 或者放進浴室 全身磨砂用 磨砂的效用 其實磨砂的效用 有一個說法 就是可以把橙皮紋 減少一點 沒那麼明顯 好 我覺得挺好的 而且我們磨砂的時候 會由腳開始磨到上去 血液腸環都會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現在準備要過一個節日 可以去拿些咖啡渣 自己做了送給人 都是一件好的事 非常經濟和環保 是啊 我們下次再喝咖啡 記得要去拿些咖啡渣 還有要知道怎麼選 好 拜拜 拜拜